MetroFound捷運開箱 嗨 大家好 我是玉婷 歡迎收看MetroFound捷運開箱 今天要來帶大家開箱的是 號制系統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上次司機員開箱 我們知道捷運列車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自動駕駛的 而司機員的工作呢 就是監看列車有沒有異常 那各位有沒有想過 到底是誰讓列車能夠自動行駛的呢 答案就是 號制系統喔 那為了讓大家更了解號制系統 今天我們就來請專業的學長 為大家來做介紹吧 嗨 學長好 嗨 大家好 嗨 我是號制長領班享孝城 在號制長領服務了11年 台北捷運的號制系統是什麼呢 號制系統主要是保護列車 在軌道上行駛的安全 那一般的旅客 你們可以看到這些號制系統嗎 像是軌道上的轉車器系統 或是捷運月台的月台門系統 還有列車的即時位置 還有自動列車控制系統等等 都是屬於號制系統的一部分 基本上你這樣看過去 除了列車本體以外 大部分都與號制有關 哇 原來號制系統包含了這麼多東西喔 是啊 走啊 帶你去號制設備房 親身體驗一下 嗯 好啊 走 看像我們日北投站的號制設備房 有各個電路板還有輯電器 欸 學長 我很好奇你們的機盤 有這麼多一顆一顆的輯電器 你們要怎麼分辨出哪一顆是哪一顆啊 喔 你問得很好 這時候是需要我們的B.O.P B.O.P 這麼厚一本喔 對 這麼厚一本 跟池海差不多厚吧 它內部都有相關軌道電域的一些迴路圖 哇 真的是密密麻麻 我完全都看不懂欸 對啊 沒關係 你只要有基本的邏輯性 你只要多看之後就會懂 了解了解 那你們號制 這個是什麼樣的相關專業 才可以懂這些東西啊 對了 加入號制你就會懂 歡迎各位加入號制 這個很像爬格子的那個遊戲 對啊 這個LCMP就是就地控制面盤嘛 它主要是顯示列車的佔據位置 路徑開通方向 還有就是它的轉車器方向 是在右邊還是右邊這樣子 那最近適逢北捷30週年嘛 那你猜猜看我們的LCMP就地控制面盤 那目前的年紀大概是多少 我看這個面盤看起來滿乾淨的 都沒有灰塵 應該滿新的 我猜18年吧 這是因為我們同仁平常都有輕於保養 那這一塊面盤它的年紀大概是已經28年了 哇 人家已經28年這麼久喔 對啊 哇 學長 這個LCMP的盤真的是非常的複雜呢 是不是有點複雜 沒關係 我們跟著淡水縣是具院學長的車 我再一路跟妳介紹我們的號指示 沒有嗎 好 來吧 我們車到 超過流程的號 全面三六線圈 我們列車準備要停車囉 是的 剛剛經過的一部三六線圈 它有黃色反光貼紙標示 這代表著列車已偵測到軌道上的起標點訊號 會開始執行程式化的停車作業 好 來 我們繼續往前看 你可以看到有一個月台門狀態指示燈 它亮綠色就代表著 該戰略的門是絕速關閉的狀態 那我想再請問一下學長 列車要怎麼知道什麼時候要加速 什麼時候要減速呢 那我們主要是透過號製系統 它可以偵測列車的位置 並給予相對應的速度嗎 嗯 我還是不太懂耶 學長 可以再說詳細一點嗎 在軌道上每隔一段距離 就會有一個很像牛頭的設備 我們稱它為主抗搭接器 它主要是用來偵測列車的位置 然後透過升級的號製系統運算後 發送正確的速度碼給列車 這時候列車才知道它該開多快 哦 原來是這樣 那像是經過彎道要減速 長隧道可以加速 這些都是透過牛頭的功能囉 其實牛頭只負責偵測列車位置 及發射速度碼 真正神奇的還是號製系統 有了它乘客才可以 安全 可靠 舒適 便捷的抵達目的地 現在我們來到大安站 來見下一個新的學長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號製的補長 我叫陳柏周 那目前在號製服務有13年嗎 哦 學長 你好 玉婷 你好 嗯 哦 學長 我想問一個神奇的事情啊 就是我想知道列車的車門跟月台是怎麼樣 幾乎同時連動的呢 玉婷 這問題問得非常好 其實我們是透過無線傳輸的方式 讓車門跟滑門可以連動的開啟 好 那我們一定要確保列車是停留在月台上 嗯 再由車門送出訊號 給月台門系統去連動開門 喔 原來如此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旅客啟動的獎金啊 跟我說滑門沒有開要怎麼辦呢 那只好擠他們當門外喊而已 沒有啦 開玩笑的 其實我們已經有想到這一部分的問題 那透過我們號製的備員系統 去連動月台門 讓這個車門可以再交換一次訊號是嗎 是的 沒有錯 喔 真是周到的設計呢 那你有沒有想要再去看其他的號製設備呢 當然想啊 那我們去大安站的號製版看看吧 好喔 走吧 好 走 欸 玉婷你在找什麼吧 我在找那個早上那個LCMP啊 喔 這邊是新系統 我們已經把LCMP換成VDU系統 喔 長什麼樣子啊 現在所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我們大安站的VDU系統 那個跟那個早上的LCMP有什麼不一樣嗎 其實它跟LCMP的功能都是一樣的 只是它更人性化 更符合我們一般人的操作 欸 學長 那你有操作過這個系統嗎 欸 有啊 其實有兩種情況 第一個就是行控失效的時候 我們會進來協助行控進行操作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做預防保養的時候 也會在這邊操作 喔 所以代表這個號製系統呢 是我們的行控的備員 代表我們的系統是非常安全的 是的 沒錯 那我們最近還有新增一些新的設備 一起去看看 欸 玉婷 你知道這個按鈕是什麼嗎 喔 緊急停車按鈕 沒錯 那它的功能呢就是 防止人員入侵軌道 或是EU入侵軌道 按下它之後呢 就可以防止列車進入月台 或者是列車死離月台 喔 原來如此 那為什麼文湖縣要新增這個設備呢 其實因為文湖縣是屬於高架段 而且也是露天段 那它也是自動列車駕駛 沒有司機員 所以為了安全 我們會加設這個按鈕 當我們發現軌道上可能有大型物品 或是人員掉落軌道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趕快按一下車熱按鈕 保障大家的安全喔 沒錯 玉婷 那平常沒事的時候不要讓按喔 會有相關的罰則喔 是的 沒錯 欸 玉婷 看一下你身後的這個轉測器 它也是我們號制系統的一部分喔 喔 轉測器的功用是什麼啊 轉測器呢 它是用來改變軌道的方向 改變列車行進的路線 達到它不同的目的地喔 喔 那轉測器除了電動扳轉以外 還有手動扳轉的方式 像一般我們預防保養的時候 就是用手動扳轉的方式喔 那玉婷要不要試試看 用手動扳轉的方式去搖轉測器呢 好啊 沒問題 因為搖轉測器呢 也是我們司機員的必備技能之一喔 好 那我們走吧 好 玉婷 你看 現在這個鎖定燈是上紅下綠燈 現在先從正位搖到反位 好 OK 玉婷是變難搖了 對 那其實我們搖到轉測器的時候 要一鼓作氣去搖它 因為它會有一個硬力存在 所以我們要一鼓作氣去搖 好 是不是很喘呢 我們剛剛很辛苦的去搖轉測器了 如果各位民眾呢 想要來參觀的話也可以來北投機場的 逃生體驗營就可以看到我們的轉測器教學區囉 玉婷 經過今天一整天 有沒有對我們耗製系統比較了解呢 有啊 有啊 我知道了好多東西呢 謝謝學長的指導啊 不會不會 謝謝玉婷 那學長我想問一下 如果我身邊的朋友想要報考就是耗製的這個大家庭 要怎麼建議他們呢 其實我們耗製的包羅萬象 那只要說你對耗製系統是有興趣的朋友們 都可以來報考 其實今天晚上我們還有轉測器保養的作業 你要不要一起來參加呢 蛤 要下軌道喔 是的 沒錯 這工程有點耗大 我可能要去準備一下耶 我們MetroFound就到這裡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你要跟我掰掰啊 掰掰 但我是個小房子 是個人意識人的